距離正式脫歐期限只剩39天 英國政壇在掀起風暴 最大在野黨工黨7名議員宣布集體退黨 曾提上第二次脫歐公投 被視為黨魁人選之一的烏木娜也同樣退黨 不滿黨主席柯兵處理脫歐態度 加上黨內弥漫反猶太氛圍 讓黨員紛紛脫黨 是共黨1981年來最大規模分裂 脫歐問題不只造成英國政局混亂 恐怕也將劇烈衝擊汽車產業 19號日本汽車大廠本田在東京宣布 2022年將關閉英國斯文頓唯一工廠 這裡30多年來 每年生產多達15萬部汽車 佔英國汽車總產量約一成 廠內員工3500人飯碗孔將不保 儘管由英國國會議員強調 官場反映本田近年來歐洲業務陷入困境 和脫歐無關 日本汽車廠在敏感時機表態 不禁讓人多作聯想 脫歐前景未明也害到航空公司 英倫航空日前無預警宣告破產 搬機停飛讓大批旅客措手不及 看來如果英國無協議脫歐 恐怕影響還會持續擴大 大愛新聞陽晴編譯 歐洲業務陷入固定 font